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 我是安培 中共十八大周三闭幕 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 有分析指出 从已经公开的部分当选名单来看 高层要保的人都保住了 有全市家族正在变成政商两届的主导力量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主香港特约记者 新宇的采访报道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 周三早上九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由胡锦涛主持 共2307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出席 与会代表们选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委 据了解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规定 此次选举采用差额选举办法 差额比例多于8% 闭幕会上 共产生205名中央委员 投票结果中午公布 习近平和李克强当选为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7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有王岐山 刘云山 刘延东 李源潮 汪洋 张高丽 张德江 于正生当选对于已公布的名单部分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向本台表示 就说17届中央委员会剩下那10个人嘛 就是报了这些 就说明他们要保的人都保了吧 因为那个18届的常委 就是从这10个人里边选嘛 这10个人都当选了 现在已经说明了 他们要保的选的人已经都选上了 也就是这样 还是这个差额选举的作用 极为有限 基本上是和十三大虽然才差了三个人 就把左王预选 本来要选到政治局的 当政治局委员的邓丽群选掉了 这次是没有这种 而且那个差额度一点也没有扩大 是比17大是8.3% 他到8.8% 要是8的话呢 还降 没有实际的意义 这次党内控制更严的 18大的召开 外界除了关注常委的名单之外 胡锦涛是否裸退 也引发各界不同的揣测 日本招致新闻周三报道 中国共产党11号召开内部会议决定 胡锦涛在第18次全国代表会闭幕之后 将卸下所有要职 交给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纽约时报周三报道 中国太子党的崛起 报道认为在18大召开期间 太子党的崛起达到了顶峰 报道称一位共产党先驱的儿子习近平将被宣布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 除了习近平之外 至少还有两名太子党成员也将进入七人常委 这个大约有几百人的群体仍然作为一个贵族阶层崛起了 在国家统治方面的话语权越来越强 在台湾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玉琦周三表示 两岸新闻交流的重点不在于是否设立办事机构或者注点时间的长短 而在于推进资讯的自由流通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发自台北的报道 王玉琦出席陆委会主办的两岸新闻报道奖颁奖典礼 发表讲话时针对近年来中国大陆多次要求开放新华社 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在台湾设立办公室做出了回应 王玉琦说 至于新闻这个的这个注点的这个问题 其实真正的重点不是说那个媒体是不是要在这边设一个办事机构 或者是在这边住在这边的时间长短问题 就新闻媒体的角度来讲 怎么样能够让两岸能够同享这个新闻的自由流通 然后促进两岸资讯的对等交流 还有就是我们台湾有很多很丰富很不错的出版品跟影音的作品 能够在大陆上也能够让大陆的人民能够有机会 能够享受到我们高品质的文创资讯相关的这个产品 周三在台湾颁发的两岸新闻报道奖方面 这次区分杂志报纸广播电视等组别 几乎大半组别都有关于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的报道进入决选 其中光是乌坎事件就有三项报道 另有一则报道以中国公民记者为主题 另一则是台港学生纪念六四事件的系列报道 台湾中央电台陈林信红等两位记者 以中国公民记者系列报道获得最佳广播新闻奖 陈林讲话时说 在台湾待久了 往往会使新闻自由为理所当然 但做完这个系列报道后 心情非常沉重 期待中国言论管制 欠缺新闻自由的情况能够尽快成为过去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与澳大利亚防务合作高峰会议 星期三在澳大利亚的帕斯市举行 这次会议是自美国提出新的亚洲政策以来首次召开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国防部长帕内塔 一同出席会议 帕内塔表示 美澳关系是美方重返亚洲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BBC中文网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14号 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表示 中国已成为网络空间的最大威胁者 该委员会建议国会对中国网络的间谍行为进行深入的评估 以及对从事间谍活动中获利的企业 施加更严厉的惩罚 深圳一家合资企业近日因股权转让的问题 引发了劳资纠纷 全场3000名工人不满资方提出的补偿协议 星期二发起堵路罢工 当局出动防暴公安 驱散了堵路的人群 目前罢工还在继续 据BBC中文网的消息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星期三表示 香港目前无意结束港币与美元的挂钩 有意见认为 鉴于目前美元贬值而人民币升值 港币应该改于与人民币挂钩 但曾俊华指出 由于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的兑换 资金进入中国尚受到限制 目前情况下不适合与港币挂钩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安培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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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